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猜不到今天河马仍然是继续开我名骂我 甚至乎是挺有新意的 开始是用我的开场白来笑我 也再次证明河马是认证了我的影片 他是觉得我的影片是有质素 所以他才会看 如果不是, 为什么这么多人的分析 即是不算直播, 我们算录播影片 为什么这么多人的分析 个个不看片是看我, 是不是? 好了, 自从我证明了证身 证明了我将证是真的时候 河马又继续在质疑我其他东西 甚至河马就觉得他有能力打我小报告 有很多粒粒粒的东西 还有, 无粮军司那边也下定了决心 就算要花更多钱也好 都会愿意出律师信去处理河马 不过那些律师信就不再给河马 转交给警方 甚至乎 人家无粮军司还说 搞不定他就不姓丁 这些, 用自己真名去做发誓 大家就知道今次是说真的 还有很多闹闹闹闹闹的东西 一次过去和大家看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扫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的井仔 还有记得按下隔离的钟仔 那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暂时, 可白和河马都还在内地 都没说见到他们又说要回来香港那些 可能都觉得这段时间有祸气 免得下去就要被人捉去落口供 还有计过了, 他们下次有机会回来的时候 应该是12月尾 因为到期时是事隔两个半月 等于公屋有到期了 他们就需要下来住两天去逐期 基本上他们两个现在直播的风格 是丝毫不方 仿佛就是他们两个从未做过错事的人 仍是觉得这个社会欠了他的 周围继续去开火 现在开火不止了 还要咬着我井仔不放 甚至乎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们连我的开场白都走来笑 例如说每个月10元支持一下我 然后就笑我似乞衣 然后我又会让大家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这些31亿急忽气 他便想起真的一流一那些小铃铛 其实我平时说的小铃铛 订阅按钮旁边有个铃铃的通知 如果你按全部通知的话 我出新片的时候你就会知道 但是韩马的脑子就只懂得按钟 因为没办法 他们人生只有这么多东西 除了吃、睡、磕、交配 就是跟姓有关 他人生是没有其他东西 所以基本上他所有东西就是联想到跟姓 其实我不会觉得 哎呀比他笑我好惨 一来比财神夜点名发达 二来就是说我觉得他很可怜 如果你说你是一个中学生 我说按旁边的小铃铃铃嘴笑 其实没问题的 我当你未成年中学生 中学生有谁未有自过 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些时间 可能十五六年前 但是作为一个KOL 居然可以对着镜头高弹阔量 你以为笑我按钟仔 你觉得是我的样子 还是说这番说话的人 其实他不知丑 我都知丑 他们两个东西 真的没什么道德底线 甚至是觉得 我笑姐姐按钟仔 很好笑 其实真是丢架的 是他自己 至于为什么 他会说每个月十元 等于乞丐这件事 首先 我觉得我自己是做足功课 我是有打好稿的 和你河马出来表演 吃东西 嘴嘴声 真是两个世界 不是直播不能吃饭 但是别人吃饭 是吃得很有 引起别人欣赏的 口水浪花噴出来 然后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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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就妒忌我 为什么我问人拿十元 从来都没有人骂我 但是他没有问人拿钱 都没有说好金额的时候 突然之间 每个人都笑他乞业 笑他打算赚钱 其实他就是妒忌 但凡有其他观众 愿意付钱不同的KOL 他就一定会生气 例如之前日根和无良公司 那条货金布布的时候 他简直是妒忌到眼出血 但是他自己尝试去做的时候 不是说没人捐 不过数量的金额 真的跟别人差很远 由于他得不到 由于他妒忌 而且他会觉得 所有东西都是因自己而起 所以他就觉得别人是乞业 但是轮到他自己有货金的时候 他就肯定会说 我乞什么业 这些我应份的 我是何太 粉丝补补欣赏我 那为什么别人不可以欣赏井仔呢 别人拿到这些就叫乞业 那你就看看 这些人的心态究竟是多不平衡 甚至乎他不平衡到一个点 就是说他开始质疑 就是说我那个国安法导师 当时是出猫才能拿到导师资格 就是之前就说我把证书是假 好了大大张证书拿出来之后 接着他就说你考试出猫而已 那当我证明了我考试不是出猫的时候 他又肯定会想到第二件事 继续去质疑下去 不过我这里就不方便去告诉大家 就是当时的考试情况是怎样 值此去证明自己没有出猫 因为现在国安法导师的课程 第四期是正在进行的 就是其实还有下一届的人 他们还未考试的 那我就觉得如果我这样 洩露了出去的话 就是我不对了 那所以呢 我不会因为这样被河马去试我 而搞到我自己害自己转头 就是大家可以放心 有些什么呢 我觉得可以拿出来的就拿出来 有些不需要拿出来的我就不拿出来的 不过既然河马都会看我的影片 我都想去反问他 你质疑我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拿出证明 有图有真相 请问大家质疑了你河马很多很多东西 请问你哪一东西是有一份证明可以拿出来的呢 好像无粮军事那样 有些人是曾经质疑过他 就说他都没有出了私信 他搞笑的 那别人真的拿出了封信 不过有些私人资料当然要遮掩 但是我和军事我们要拿出来的东西 都拿出来的 那里河马你什么时候有些东西呢 甚至黄老师的地址 原来有张纸给我镜头拍到 那些九不八的东西 你什么时候去拿下 那些什么子的出生纸 出来看看 你不需要让我们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 多少月多少号出生 把出生纸有写 妈妈是谁 老爸吃什么 那些我们都能够收货 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就可以了 对不对 甚至乎去到现在 河马是说 连自己真名 究竟是叶寿灵叶寿 他自己都不敢跟别人说 然后去质疑别人 那些什么 你叫证书假的 将来你把身份证出来 我都可以质疑你把身份证是假的 对不对 即是你没料 又学人在质疑别人 别人证明了之后 又在帮自己去找藉口 其实河马他今天也继续又骂我很坏 又说我影响什么香港的市民 影响香港的年轻人 总之就说到我是一个坏人 其实我是觉得河马和河伯 有时候他们未必是太想骂我们 但是由于他不能承认自己是一个坏人 所以唯有透过谴责他人 再进行一些心灵上的回馈 例如他会觉得只要证明我们是坏人 只要证明我们能赚钱 那我们就是坏人 其实现在的观众开明很多 如果你说十年前 一听到网上人能赚钱 每个人都好像跟他杀父仇人 但是现在的观众质素高了很多 即是明示你都知道 拍片很多时候不是义工 我们都要吃饭 所以如果这些影片是有料 做事的方式是正确的 其实赚钱是合理的 但是河马他就不同了 河马是因为他衰 所以他赚不到钱 但是他就很喜欢去扬言 说因为我找不到钱 所以我就是道德高尚 接着那些找到钱 因为他们有钱 所以他们就是坏人 很喜欢经常去道德绑架 经常去拉一派打一派 但是他就没有了解清楚 究竟为什么他没有钱 例如说如果他真的可以 像其他人那样 明明有盈利的 但是也特意不开 真的特意让观众零广告看得舒服 那就欣赏他 因为这些是别人的选择 他有能力开 他选择不开 但是河马是说 都不知道后面吃了多少块红牌 开不了 接着就想扮到自己道德高尚 跟昨天跟大家说过 他经常自比一些历史伟人一样 别人坐牢是因为别人捍卫人权 他坐牢是因为涉嫌诈骗 但是他又很想把那些 我坐牢等于马丁路德金坐牢 即是等于我将来要成为伟人 要记载史册 即是这些人最无耻 永远跌落地就要拿回沙子 而且他经常把我们说 靠他赚钱这一件事 一定是等于不道德 一定是等于不好 都是我据了 我是承认 因为财神爷赚多了钱 毕竟就是说他是世间罕有的恶人 人人都希望他得而株之 所以骂他、评论他、踢爆他的话题 便多人看了 归根究底的原因 是因为他够邪恶 是因为他够贪心 如果他不是那么坏 又或者他已经提早跌落法网 我们根本没得搵吃搵这么久 由于他够贪、他够恶 而且他最喜欢反社会 社会说他什么什么 他偏要反过来就说不是 所以间接就养起了我们这些罪恶乞性 不过我本人是不会对河马感恩的 我要感恩的是 我说了这么久河马话题 仍然是有这么多观众进来听 即是我要感恩的 我就是感恩观众们 其实和河马没什么关系 因为将来再有河马二号 其实我们也会继续罵下去 没有分别的 只不过今次是说 因为你的河马还没落祸 如果河马你不想我们继续赚钱 很简单 你自己去自首便可以 承认你的恶恨 你不要说我犯什么错 你自己犯了这么多 你随便自首都会有时间你坐 不需要在那里咬 至于他们两个人说我黑心 这里都可以再说一下 其实做我们这行 总之什么话题都有人听 我们就会说 有功有求很简单 其实真正的黑心是说 你明知这个话题是Hit 但你没了 然后你故意去作假新闻 假话题去说 那些就真是黑心了 因为这些 放到明是假装 放到明是骗自己观众 所以这些反而是更加值得谴责 以及更加值得观众们去杯葛 不过很可惜的是 始终可能河马话题太吸引 就算有些明知是假新闻 我不知为什么 香港有些人很有趣 我明知假新闻 我都喜欢进去听假东西 真是很奇怪 听完之后还说 不要紧 假 不要紧 最重要是听得过瘾 这些人真是有趣 好了 接着就去谈谈无良军司 我不知道我昨天的影片 无良军司会不会知道内容 即是关于河马版权投诉他 只要Youtube那方面 能够为无良军司厌名正身的话 其实真的可以做多一件事 就是说 河马妨碍司法公正 叫做不断搞无良军司 威胁他不敢向警方报案 又或者令到一些警方调查中的个案 令到无良军司收声 不合作 不配合提供不了相关的资讯 不过当然 无良军司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踩下 甚至乎 是再去出多封律师信给警方 将那些河马的 就是什么什么 show他那些相片 跟着刑事恐吓他那些东西 摘录好了 再交给那个屯门第四对某个阿sir去做 其实现在无良军司的策略是聪明了 因为之前出律师信给他 是真的有点浪费钱 是真的有点浪费钱 因为你猜不到河马 他真的直接不理就算了 甚至乎 我都挺肯定 将来如果是民事官司的 法庭传票 他都照样不理 对于这些圆圆传传的无奈 你真的直接给警察就好过 因为警察 特别是律师信 他们没有办法 假扮看不到 那怎么都要有个背信 而且警察是说 撇除军队 警察是全世界唯一的合法暴力机关 所以能够是对河马进行一些人身的操纵 例如说 你不跟我们回警局 你不入臭格的 那就按下你 让你自己走进去 而且河马真的有股脚在无良军司那里 所以再加上 无良军司他这样发誓 然后又说 将来有些小礼物准备给河马 其实也不知道河马 他够不够胆回来香港 虽然大家会说 还在吹水 河马这么久都没有事就知道 是不是 其实就不要这样看了 因为现在这件事 其实已经不是去到河马潜水就算 他将来一定是要陪黄青霞 几个月之前 如果河马肯收手 都可能可以当没事发生 大家散水 但是河马现在是谁都敢得罪 无论是政府 我们这些私人的东西 每个都敢得罪 每个都敢辣着火头 再加上 他的那些痛脚 不是我们冤枉他 所以我断言 河马坐牢 这是迟早的事 河马是那些 很典型的那些 是不会投资自己未来的人 他这些 其实是不断投资自己未来的人 其实本质上 跟你问人借钱 债台高足是差不多的 大家想想 你说可能欠人几百万 欠人几千万 其实你欠人钱 本质上 你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而是说 因为你还不到钱 然后你自己没有地方住 你自己没有钱开饭 甚至乎被债主打威胁 那些 这些才是要命的 而且你往往欠人钱 这些不是第一天就即时出事 你是说 需要去经历一段比较漫长的过程 例如是说 被人去追债 自己逃走 自己被人发现 以及去到 真的被人知道自己没有钱还 经历了一段长时间之后 然后你欠人钱的副作用 那些痛楚 就会慢慢追上来 其实现在河马 周围不断去烂着火头 这个闹那个闹的时候 是等于周围不断去问人借钱一样 你不是说一问人借钱之后 你就马上出事 有很多事是说 慢慢即即埋埋 一次过跟你爆出来 故随时整个社会 就慢慢去和他追债 结果河马就是趁着 现在这段的空张期 就不断在囂章 就说 只要我下一个钟没事 我就等于这一世都没事 正正就是说 因为他无知和短视的性格 就可以造就到他天不怕地不怕 为什么有些人有时候会畏罪潜逃 甚至是自己畏罪复发 因为人家知道自己犯罪之后 警察可能最久 十个月之内就查到了 自己这一世就玩完了 但是河马是不知道 原来自己将来要坐牢 也不觉得会坐牢 然后他就会觉得 没事 只要这一刻没事 我还自由 还可以吃到鱼虾蟹就没事了 正正就是因为他无知 他什么都不懂 所以才可以那么勇敢 他勇敢不是源自于 他有什么个人的特性 而是说 因为他很笨 他连自己未来是怎样 他都猜不到 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完全没事 正正反过来就是说 为什么最近 也有很多行家讨论 我都说 井仔这个人 说话很温和 很小心 正正就是说 因为我知道 究竟自己说错了 有很多话说出来 就回不了头了 或多或少都会得罪人 而且有时候你得罪人 不是说 今天说错了 今天下班之后 立刻被人打死 不是这样的 有时候有些东西是说 三四个月之后 你才知道滋味道 正正就是说 我知道 不知道自己说错了 有什么下场 就是因为知道得多 了解得多 所以我不会就是说 可能现在去做了一些东西 去说了一些东西 可能今天赚的钱多了 但是我害的害的是谁 我就是害未来两三个月之后的自己 我始终都是我 我不会觉得现在的我 和未来的我有什么分别 总之我现在作恶赚钱的话 我将来都是要去收回的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 说话比较温和 但是河马不是 我最重要是现在有钱 我最重要是现在有四百五十万 将来是怎样的 我不重要的 都是将来的我 要哭的都是将来的我 最重要是 我现在先享受 其实这些真是很典型的 又穷又贪婪的人的心态 好像以前有些人说 他们为了年轻的时候 赚钱 哪里高工就做哪里 无论环境是多恶劣 甚至乎是将来对健康有危险 他们都会觉得 不要紧要 我最重要是今个月出三粮 我将来身体十几年之后不舒服 是将来的事 其实这件事都能够体验在河马的身形上 即是你看到他这种身形 你就知道他是不会身形管理 再加上他吃的东西也是极度不健康 这些都真是一些很典型的部分 愚昧无知的基层人士 他们会中的社会陷阱 即是等于你吃垃圾食物 垃圾食物又便宜又好吃 不过不健康 但是你永远都不会说 我现在吃几个汉堡包 吃薯条喝汽水 然后立刻刮柴 不会的 是我吃完这些东西之后 我会觉得很开心 很饱 很好吃 甚至乎过多一两天之后 都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但是如果我每天吃汉堡包 每天觉得很好吃的时候 五年十年之后 健康便出事了 到其时便会去后悔自己 为什么吃这么多汉堡包 所以河马的情况 都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这么心急 等于一个不懂得戒口的肥佬 他现在很爽 他现在很囂张 但是大家慢慢给他多些时间 因为他现在是似着自己口爽 似着就是说 你们都不能够冲出电脑出来打我 就算我满用公屋又怎样 我还未正式收到房处收屋那封信 即是没事 所以大家慢慢来 其实他们的报应一定会来 而且是说 他们的报应 他们这个劫 他们已经封锁了自己所有后路 他们是不会化解得到的 至于他们经常妄想 那些什么有钱老板那些 我想最多都是当他们是一个笑话 又或者在想 有没有办法在这些人上面 去找他好处的 例如说 可能假意和他合作 然后去到最后一铺子弄起他 就算这件事被人公开曝光也好 随时会被人视为人民英雄 然后到其时他们的产品 他们的服务 突然之间被人爆买 甚至乎是等于打了一个很棒的广告 还有一个东西想提醒一下大家 现在河马又突然之间扮穷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河马当初上东西望那种珠光补气 我不明白 为什么他既然又说 我要证明自己有钱 要找大老板 那你应该要继续珠光补气 戴上戒指 戴上手标 戴上龙凤额 劳力士 然后那些手袋又出来做直播 站出来去告诉大家自己不贪 所以应该要找到更多钱 可惜他对龙凤额卖走了 否则这样带着龙凤额的话 节目效果应该更加过人 其实有件事几个月前都说过 可能有些新的观众没听过 那就再重新说一下 其实河马当时他选择 卖了那对龙凤额 而不是当了那对龙凤额 你就知道他根本就是贪钱的 如果你说 哎呀我我我我真的 将来会赚到钱的 将来会度过难关的 将来一定会发达的 你当了那只龙凤额就行了 你当了那只龙凤额 你将来发达 就可以属回这个 那么有纪念价值的结婚礼物 但他不是的 他选择卖了它 所以一说到钱的时候 他这一份人的价值观 已经是透露暴露了出来的了 而且他和阿伯加上 那么多金银珠宝 你卖光它 再加上借钱 你一定有五十万的 你有五十万 你就可以做生意了 虽然未到一百万 你赚不到一亿而已 但你赚着五千万都收货了 其实再次证明 河马就算他拿着五十多万也好 都没用的 周老师教一些垃圾来 河马有五十多万也不敢去发达 所以大家不要相信周老师 不要相信河马 周老师要赚到被河马弄弯了 河马拿着五十多万也不能发达 那你就不要妄想 大家跟河马学习能够发达 他自己连借钱创业的决心都没有 学什么人说财商 学什么人说周老师发达 个个都破釜沉舟 河马他不破釜沉舟 所以千万不要相信他 好了 今天的状态不太好 可能因为昨天玩得太晚了 晚上2点多才睡 所以今天的身体真是一样 好了 下集见 拜拜